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 财务自由之后啊 就想环游世界 大部分时间是潜水 登山极限运动 我就喜欢邮轮 船带我到哪里 就到哪里吃喝 最重要的是 欧洲这些国家 真的很适合邮轮啊 睡一夜换一个国家 不用换酒店的 这个我倒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很少出来玩的 我以后出去玩的时候 我叫你啊 既然你这么厉害 可不可以让我进后厨的 这才是鸡蛋最好的做法 太至于我的中国味了 今天也算圆满了 该逛的也逛了 该吃的也吃了 心愿也都打成了 还差一点点 是吧 带上这个手链 今天就圆满了 这条不是我刚刚的那个手势 我只是随便看到的那条吗 我只是随便看看 没想法 是啊 就是你喜欢的那条啊 因为你今天说了一句话 我说什么了 你说 卖东西的人 卖不掉东西 是一件很伤心的事 但是 送礼物的人 送不掉东西 有很伤心的 收下吧 不贵的 才久 那我就收下了 我帮你吧 我帮你吧 行了 谢谢